大家好,我是钱导,今天是2021年的9月8号星期三,咱们继续前导论股 咱们做投资的人每天打开行情软件,满屏的股票,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经常会搞得晕头钻向的 今天又出来一个新概念,元宇宙弄的网络游戏电子经济板块是大幅的飙升 连带着文化传媒网络直播板块也是跟着火的一把 这个行业说实在把前段时间有点憋屈,因为精神鸦片的风波 个别明星的事件,一连串的打击都已经落魄到谷底了 那么现在来了一个元宇宙概念,就能够从此精神焕发了吗 那么元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里我们就不细谈了 网上有很多文章其实已经讲的非常的明白,不明白可以去自行某度一下 不过不管什么概念,也不管这个名字起的有多么的高大上 我想未来呢,可能的前景会有多好,最后落实到实促 还是需要有确定的盈利啊,如果说过于超前了 那么概念再好,现在碰到的可能也只是技术还不够完善 软硬件设备还暂时跟不上,那么所谓的市场前景 也不过就是画一张饼哦,可能会好看而不实用 想当初骨骼眼睛这个饼画的就非常的漂亮了 但实物出来以后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啊,今天的网络游戏概念啊,文化传媒板块的上枣 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元宇宙概念加持的一个结果 那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跌多了涨,痞急了,所以太才来而已 这个才是本质,至于所谓元宇宙概念呢 不过就是使这波超跌反弹显得更加的冠冕堂皇 让一些短线的投机资金可以稍微释放一下 那么释放完过后呢,当然是成归成土归土 从哪里来还会回到哪里去 所以前道来看啊,对于咱们寡大傻乎来说 这样的热闹,咱们不凑也罢 因为追涨的结果啊,大概率可能就是坐个电梯 其实现在呢,A国市场呢,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 资金追逐热点概念只是一个短期行为 到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未来的盈利 因为只有业绩的支撑才是持续上涨的保证 所以呢,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咱们9月份的上涨组线上 今天呢,锂电光复半导体是继续的走路 而白酒、医疗、食品、饮料 这样一些大消费概念呢,是再次的下跌 而工业母机、工程机械、专金、特金 北交所概念板块呢,是步入了调整 现在这个一天一热点的这样一个行情啊 是演绎的凌厉尽致 但是也有不变的,那不变的是什么呢 不变的,还是中字头概念继续扎升 强势可见一半呢 中字头股票前到从8月底以来是天天讲日讲 听进去的,我想该赚钱的也都赚钱了 不过呢,从明天开始,钱到可能就不会再讲中字头概念股 倒不是因为中字头股票不会再早了 正相反,钱到认为呢 中字头概念行情远没有结束 但是接下来将有极大的可能会进入一波震荡洗盘的行情 那么在这里呢,钱到再强调一下 是震荡洗盘,不是行情结束 也就是说,难得的回调将会到来了 而回调则有可能是上册的一个最佳良机哦 那么钱到呢,不再讲中字头股票 那是因为呢,中字头股票是9月的上方股线 这个已经是名牌的事情 咱们用不着花太多时间 钱到下面呢,会把精力放在研判下一波的热点板块当中 也就是说啊,当中字头行情结束以后 什么样的板块才会接力这个才是值得咱们探讨的方向 可能大家呢,看钱到的文章或的视频 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热 既不讲技术,也很少讲盘面 因为钱到个人认为啊 脱离了实际行情的技术盘面 那个都是纸上谈兵 是中看不中用的 那么关于技术盘面方面的 10月份啊,钱到开通了直播课以后 自然会讲 那么这里的咱们主要就是研讨一个大方向 大趋势 做投资嘛,大方向不出错 起码咱们不会走错路啊 而抓住一波大趋势 盈利也才有可能得到广赏 关注钱到,钱到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故事 这一面,带给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